也沒體驗過全員的什麼感受 其實 應該是14號嘛 快到了 送她禮物啊 她沒有準備 我給她準備就好 生日都會被忘記 確認姐就無所謂了 晚上弄汤 打她 忘了就忘了吧 我怎麼想過 有點小失落吧 大概也就白眼翻到天上去吧 就好不容易過一次節 怎麼可以這樣 沒關係的 因為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67天 我覺得67天都是情人節 最不喜歡收到的應該是花 手作的賀考寶 沒有不想收到的禮物 應該不會有太奇怪的禮物吧 送一包紫巾也沒關係啊 我也無所謂 最主要是 心意比較重要吧 沒有真的在乎禮物這個東西 看出來誰送的比較重要吧 她送的都還可以 最不想收到的 她發一個微信跟我說 我們還是不適合 不希望分手啊 這麼快樂的日子 低調中待等高調吧 稍微高調一點吧 其實人都有虛榮心的吧 發個朋友圈炫耀一下之類的 PO一些幸福的照片啊 正常就好了 個人喜好不同 低調點還是可以 低調點吧 我們能理解了 單身狗還是會受到傷害的嘛 是不是 我不敢說會被打的 之前都沒有交過女朋友 還沒有到情人節的時候就已經分開了 沒有啊我過的情人節都挺好的 冷恨一生 就浪漫吧 我覺得女生都很喜歡浪漫 浪漫一點的話 雨中吃屁閃 就兩個人一起 包著一起看看電視吃個飯就好了 什麼 約炮 什麼叫約炮 失敗過 一直在失敗 就沒成功過 長得比較清純 沒有人敢約炮 就完全不是那種被約炮的款 就是當玩一下的 如果還是單身的 那不會啊 有女朋友剛好做這些東西 能忍住就忍住 少約炮 Welsy 這個很難說 什麼叫車震 當然了 如果我們去上山的時候 車肯定會震啊 很正常 沒有在野外進行過一些 比較 激烈的運動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 萬一感冒了呢 是吧 學校算你會嗎 我通常想呀 還沒有嘗試過 最多就去 HOTEL 不可能就是在那麼不安全的地方 單純啊 沒有 爸媽不會看到這一段 你吃喜歡的牛肉 你也想吃一下豬肉對吧 一樣道理 零 零經驗 沒有 低調一點比較好吧 多人好尷尬 目前還沒有 但是守候什麼我都不知道 去警察抓人那些 我不知道 沒 吃虎誘惑可以哦 我感覺好像沒有什麼 特大的效果 身體健康嘛 然後開心心的 我希望接下來的每一年 都有我 跟你一起過這個情人節 希望 我們每一年都可以一起過情人節 新人節快樂 希望明年還是跟你 永遠都能過以後的情人節 就這樣 在一起就是特別久 然後特別開心 鼻鼻鼻我愛你 鼻鼻我愛你 一輩子 可以給你買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你每天都很開心 我愛你寶寶 嗯 我還沒有女朋友呢 我還沒有女朋友呢 我愛你 有些人 我愛你 我愛你